即将在8月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陷入了多事之秋 除了面对资卡病毒肆虐的危机 近来还传出了骇人经文的轮奸案 网络上广泛的流传了一段16岁少女惨遭30多人轮奸的短片举国哗然 尽管已经有两名嫌犯落网 但是警方事发至今以缺乏试剂的证据为由 没有提供任何嫌犯 只把力度不张 在巴西社会是掀起了激烈的舆论声浪 李约33名男子涉嫌集体性侵16岁少女案 震惊巴西社会 进而揭发贫民窟沦为女性恋狱的悲惨现象 事件在桑巴国引起阵阵抗议声浪 一个星期前 社交媒体流传出一段40秒的短片 一名16岁少女赤裸躺在床上 一名相信是嫌犯之一的男子声称 女子遭30多人轮奸 底头还清楚看到多名男子的面孔 事后有两人落网 还有四名通缉嫌犯在逃 警方确认其中一人是毒贩 不过裁案揭发至今快一个星期 警方的调查行动既没有进展 也没有将嫌犯控上法庭 执法力度不足引起公愤 社会舆论一边相批评警方办事不利 另一边相受害少女则声称 在面子书接获90万通谴责流言 甚至死亡威胁 种种乱象都令当下面对经济政局动荡 加上卫生和治安隐忧的巴西 沉重不已 感谢观看